六个符号 一口气 学 用 考 英文 同步半刀 各位如果有看过上一次的影片 我们来解析一个考试题目说 My grandmother has been suffering 我的祖母呢 has been suffering 这个suffer叫做受苦受罪的意思 然后他用的叫做现在完成进行式 表示从以前到现在 那么这是一个考题 可是呢我们说学用考同步 就是说我们来学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既会用也能够考得很好 我们就来复习一下这个动词叫做suffer 那么如果是现在式表示一个常态 比如说现在呢天气冷了 我感冒了那我就受苦受罪 这个叫suffer 那么如果是第三人称就加个s 这是一个现在式 一个现在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常态 那么如果我想表达从以前到现在 那我就会改成所谓的现在完成式 have suffered 比如说我从上个礼拜感冒到现在 那么第三人称呢就是has suffered 我并没有提到以后 也许现在已经好了 也许还没有好 我没有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刚才出现的 不但已经有一段时间 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这种在英文就叫做现在完成进行式 也是个非常漂亮的用法叫做have been suffering 如果是第三人称呢has been suffering 好的各位朋友 不管你的程度好还是不好 你就跟着我做 反复的念诵一下 然后就开始套用到自己的生活上的用语去了 开始能够说英文了 上次我们讲解那么一个题目 希望大家同时了解了三题 那是在考试用的 欢迎大家可以回到我们上次的影片去看 现在我要用了 比如说我想说这个星期 我一直觉得不舒服 好的 各位注意到没有 一直觉得从以前到现在 而且现在还持续的下去 还在觉得不舒服下去 这个就要用刚才的现在完成进行式 也就是这种现象持续 而且还会继续的 have been suffering 那么好了 现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中文 这没问题 你想说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叫做this week 这个星期以来呢 我一直觉得不舒服 各位还记得吗 我一直觉得 I have been feeling 为什么六个符号英文法 说可以立刻见效 刚才我在解释那个简单的文法 告诉你从以前到现在 然后我叫你念念念 你一定不要忘记的第二个动作 就是念 I have been suffering I have been suffering I have been suffering 念熟了 基本动作做好了 换一个东西 感觉 I have been feeling 不是马上就可以套出来了吗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代 如果你跟外国朋友讲这句英文 他一定觉得英文相当有造诣的 再来说不舒服 各位我们说过 字啊 随便你想 只要意思相同就可以了 绝对不要想着那个字 照着你学校考试的方式 死着想着那个字 结果记不起来 你就不敢说了 不舒服 怎么说 会说的话叫做uncomfortable 别的也可以呀 我觉得很糟糕啊 bad 那个很不好 那个字不也可以吗 你只要说得出来 大家都听得懂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啊 是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面寿的同学 他说的 嗯 我觉得他写的 讲的挺不错的 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他的不舒服 用一个什么字呢 他说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Oh awful 也是很可怕的意思 很不好的意思 很糟糕的意思 所以各位朋友 字不要太拘泥 你的字 用什么字都可以 程度好 用难一点的字 程度弱 咱们用简单的字 都可以的 那么文法呢 稍微听我讲一下下 复习一下 学习一下 就会了 说出来的英文 照样呱呱叫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this week 那么这个星期 是个副词的概念 是我们的试的概念 所以放在哪里 都没有关系 各位再念诵一次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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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 我一直觉得不舒服 好的 各位不要以为 这有什么了不起 它就是在你的眼前 有一个一二三加四的概念 马上英文就套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六个符号 真的是好用 刚才我说 这个星期 我一直觉得 好不舒服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this week 感冒吗 那就要喝水 要吃药 所以他继续说 所以我一直吃药 喝乐水 各位也是 一直在吃 而且还在继续吃 现在在喝 还在喝下去 所以他说 I have been taking 各位吃药的吃字 正式用法是用take 而不是用eat 药是用服用的 所以用take 所以I have been taking 这是第一个 我一直在吃药 第二个 是不是喝呢 喝 I have been drinking 因为前面可以共用 have been 所以各位看到 它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字是 吃药的吃字 一直吃 第二个动作 就是一直喝 所以吃跟喝 这中间会有个连接词 and 然后共用这个 一直 have been的第一个动作 taking 第二个动作 drinking 所以合在一起 就是两个动作 再把第三个字 药 medicine 跟热水 放进去 hard water 最后再处理这个 所以 所以其实大家 很简单 就是那个so 可是卖弄一下 你可以用一个 副词 比如说 therefore 就是一个副词 所以副词放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 因此我把它摆在最前面 当然可以 那么各位 这些字 念它三遍 马上带入你的真实英文里面去 你一下就记住了 所以因此 therefore 我一直在吃药 I have been taking medicine and 第二个动作 drinking hot water 所以我一直吃药 一直喝热水 因为要反复地念手 对着墙壁念 对着自己的小狗念 就好像你在真正 跟一个外国朋友 在讲英文 讲讲讲 讲得你越来越熟 等到真正要去讲 就发现你就能讲了 可是平常都不讲 等到你真正有机会 要讲的时候 你发觉 真的是有口难言 这个星期 我一直觉得不舒服 来 大家一起来 I have been feeling 刚才它是用awful 不会的 可以说uncomfortable 可以说bad 都可以awful 这个星期 this week 所以 so 程度好的 therefore I have been taking medicine and drinking hot water 再看它一下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this week 程度更好的朋友 可能在想挑战 我刚才说 我一直觉得不舒服 我想说个原因 因为早晚温差大 所以感冒了 因为早晚温差大 各位一看到这些字 就又考到你了 因为你从小到大 就是考试的 背单字的 每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对应的英文字 结果你自己不会变通 所以一看到这个字 英文想不出来 立刻就卡住 这边卡住 那边卡住 所以你学来学去 单字不少 却听说不太好 那么我们可以变通它一下 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变 他怎么来处理这个 因为早晚温差大 各位请看 这样说 because代出of 这就是介细词 因为介细词 后面接名词 the great 这是大的 temperature 这个字呢 叫做温度 气温 这个字 我们慢慢来 temperature 一定要个名词结束 所以介绍加名词 成为一个副词片语 because of the grea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由于这个 大的温度的差别 在什么跟什么之间呢 betwee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因为在这个早上 加个the 表示这段期间的早上 and the evening 是晚上 所以早晚之间 大的温度的差异 所以造成感冒的现象 你看哦 再一次 because of the grea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很感慨的 现在我在教 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说 这好难哦 这我不会说 这个我想不起来 这怎么办 这怎么讲 来我们带着他讲一下 大家都有个 共同的感觉 怎么这么简单呢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呢 是你们自己 学的太复杂了 所以我常常说 各位的英文讲不出来 不是因为你的英文不好 而是你的学习的过程 太复杂 而且你的中文太难了 你不要想你自己 是一个大学生的 讲中文 你可以想自己 是一个小朋友 的这样子的中文 调动一下 换不同的字来讲出来 只要你的语法 结构是正确的 全都听得懂的 所以他合在一起 就说了这整句 我现在要问一下大标 因为温差大标 因为大标 因为大标 I have been feeling awful this week because of the grea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Therefore I have been taking medicine and drinking hot water 各位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学英文两个动作 念念念声音 把一些基础的念好 身上起码有一千个单字 大概就是初中国中毕业 就有一千多个字没问题了 但是每个字都念得出来 学学咱们六个符号的 一二三加四的一个简单的文法 甚至还卖弄一下 这种比较高阶的 一直觉得have been feeling都会用 那么你的中文套进一二三加四 一个个就说出来了 英文不就是这么简单呢 怎么到了咱们这边 就变成说英文都是天大的痛苦呢 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带着大家学 学完你就能够用得出来 因为你身上有两个基本功力 一个你有声音 第二个你有一二三加四的结构思考 只要你中文想得出来 换一换简单的字 就可以说出来好多好多的英文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然后呢 要考英文没问题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六个符号 希望能够带领着大家 学用靠英文同步 那么六个符号学英文 就是一个中指 希望大家不要花大钱 不要学很久 英文不过就是英美人士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来推荐我们的教材 给大家来使用 帮助大家快速 有效 经济的来学会听说英文 程度比较弱的 或者是发音不准的 我们来推荐 初级学习的函寿 在程度高一点 单字多一点的朋友 我们来介绍 听语说全几 在初级函寿的课程里面 我们从英文字念出来 发音纠正 再到语法123加4的学习 再进入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的分析 然后生活用语的练习 以及最后把自个想的中文 一步步的说成英文 这是初级函寿课程 听语说全集 就更进一步来分析英语的用法 让大家学习更多的生活听力 跟练习口说的本事 听语说全集